你民進黨就沒有刪過國防預算嗎 沒有凍結過國防預算嗎 國民黨立委馬文君 被指控黨潛艦國造預算 國民黨團幫忙助攻 反嗆是合理監督 更批評立委有凍結預算 但看看過去馬文君怎麼說 馬文君委員是簡列 七十五億一千三百三十四萬七千元 二十一九年前建國造出其 預算七十五點一億 當時馬文君是提案全數簡列 而立委也直呼簡列和凍結 完全是兩碼子是 因為依照立法委員直權行使法規範 預算簡列等同全數刪除 無法挽回 而凍結預算則是在相關部門 進一步解釋經費用途後就能解凍 而當時馬文君提案簡列預算後 還痛批設計前件沒完成 憑什麼拿預算 但現在又爆出馬文君 就連設計預算也凍結 委員提案單清除寫下 凍結六十一點九億 而這正是潛艦設計階段最後一年 後續又再陸續凍結建造預算 從設計到建造 移動再動 不管是設計還是建造 他都有一定的延續性 他的凍結 往往動輒都是全數的凍結 讓所有的建軍案無法持續下去 他這些人他有經過審核的嗎 所以我們那時候聽到這樣的訊息 我們就會覺得你有問題 那我們就必須凍結 儘管面對質疑 馬文君強調是依照職權合理監督 但究竟有沒有惡意阻擋潛艦國造 過往紀錄 依依攤在陽光下 社會自由攻斷 三星五里見到許瑄台北蔡芬波鬥